今天教大家如何续分好的电线 好的电线它的重量不低于三公星 低于三公星的线它就不是好线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子 第二像我们的国标线它一般100米的 它一般都不低于99.5米 它可以允许误差在0.5% 这个误差它就是国标的 第三我们正规的这个国标线它是主燃的 它燃起来是会马上熄灭的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子 点燃之后只要离开火它就会马上熄灭 离开火就会熄灭了 而且烟很低的 而且主燃的非常的好 地势好的电线它非常的柔软 而且非常的耐折 不管你怎么折它都没有事的 而且它非常的软 因为好的铜它就很软 就像咱们这个样子 很软 很软的话而且还没有弹性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很软没有弹性 因为黄铜和杂铜 它们再怎么做都非常的硬 这大家一个样计数 真正的乌氧铜它不是颜色越黄越好 它是紫红色 紫红色的这个性能 第六真正的国标面线 在线的线皮设面一定是有制造商名称 但这个也就是正规的这个国标 这里我推荐大家用赖克设面线 一抽拉 这里无需咱们用分一下拉 这就能够拉线 不乱线 直接再就把它这里 非常的方便 然后直接把线 再就这样拉出来 不乱线非常方便 不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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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乱线